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,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,立委陈廷飞由于深深了解教育的重要性,因此提出实现美景给每个年龄层都有学习的机会。 陈廷飞也指出,日前参加初选电视证件,在教育方面琢磨深深,赢得不少语音投票族群的认同。 被问及初选如何感动市民,陈廷飞表示,他提出行动政府解决边缘化,五大观光轴,科技三轴,实现美景的教育院景等证件,以具体作为诉诸市民不喷口水,不打高空,每一项证件都有论述背景。 另外,中央前瞻计划预计台南市可获千亿元,陈廷飞强调,他43岁有10年亿元,10年立委经验,拥有行动力,沟通力,执行力,有信心贯彻前瞻,带动起飞。 陈廷飞进一步提出规划蓝图,为了打破县市超区域隔阂,因此规划五大观光轴,串联浓于特色,宗教,文化有点而现而面, 成为观光轴带涵盖大台南每个区块,利于创商及发达经济,行动政府解决边缘化下放资源,让区公所直接解决道路,排水沟,路灯等民生建设需求, 并且设单一窗口解决科技三轴厂商大小事,利于形成产业聚落,创造大量工作机会。 被问及为何市民要选你? 陈廷飞回答,他有20年明代的资历,只有了解台南才能发展且扎根,作为市长要懂得重点发挥。 小事后语,阿妈搭火车往返台南,新盈之间看见窗外农民辛劳灰汗工作,阿妈教导不能忘本, 他都紧记在心,每一项政见都针对改善基层经济域城市发展而来,同时一直待在教育委员会,因为只有把教育做好,下一代才有竞争力,台南才有发挥的空间。